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金色iPhone畅销,苹果提高产量 9月21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由于消费者追捧金色版本iPhone 苹果已经要求供应商将金色版iPhone 5S产量提高三分之一 不清楚新iPhone的供应是否受到限制 苹果在线商店显示,太空灰银色版iPhone 5S要等上7至10个工作日才能供货 而金色版本要等到10月才能出货 是不是金色版iPhone畅销出乎苹果意料 还是供应问题影响了生产,影响了库存,目前并不清楚原因 昨天iPhone正式在零售店开售 在香港湾仔的电信运营商店铺 消费者更换旧iPhone时金色版本最受欢迎 过去当苹果在全球推出产品时 中国内地消费者许多会通过香港购机 因为香港新机上市时间会早几个月 由于税收问题,内地的价格也比香港贵很多 这一次,内地与香港iPhone 5S同步上市 这使得一些小型手机店面零冲击 他们十分依赖内地客户 在香港铜锣湾购物区 大楼前排了一队人购买新鸭缝 从排队情况来看 长度比去年iPhone 5登陆香港时长 不过iPhone 5上市时 恰逢工作日 今年却刚好是中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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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